南韓第一夫人的博士論文票竊風波越演越烈 多個教授團體共組簡證團 經過連越來的資料比對 發表調查結果 指出尹錫悅總統妻子金建希的博士論文 存在嚴重抄襲 簡證團還發現 金建希的博士論文 大量複製貼上知識頭的網站 與部落格內容 一頁頁的比對畫面都被公開出來 金建希的碩博士論文 去年都被揭發 有超過四成內容抄襲 更以不實學經歷 應徵上大學影像廣告系教授 一度衝擊尹錫悅選情 迫使金建希出面道歉 但國民大學在今年8月初 以未超出容忍範圍為由 認定金建希並無存在論文弊端 如今教授簡證團推翻說法 顯示國民大學從論文審理 到調查程序都存在問題 重新扶上台面的第一夫人 論文風波 引發眾人懷疑有政治干預 可能為尹錫悅總統不振的聲望 在天衝擊 以上是記者楊千豪 在南韓首爾的採訪報導